过去盖手帮有什么范家门了 什么锁家门了 李家门了 武家门了 他怎么来的 你比方说这个范家门 就是哪行都有祖师爷 名叫360行 无一行不成世界吗 这个说要范这行祖师爷谁呢 范丹 这个范丹呢 他是东汉人 可是在传说当中的硬扯呢 把他跟春秋战国扯一块 跟孔夫子扯一块 说这个范丹老祖呢 当年呢 不孔夫子呢 鳄鱼陈菜嘛 到陈国菜国这周游去 没菌煮赏食的 都快饿死了 这范丹老祖呢 给他弄了粮食 给他弄了衣服 这孔夫子算没饿死 加上这些门徒 所以后来读书人呢 就等于欠要饭这行的 所以这个要饭呢 后来一到谁家贴春菱 一看有文化 知识分子 读书人家庭 那你就得要 为啥 你们祖师爷欠我们祖师爷钱 我们现在要人情来了 你看块板里头有那么一段吗 叫这这个 叫掌柜你听端详 在东周列国 就我们这一行 孔夫子无食困陈菜 请来了范丹老祖宝梁宝 进了你们吃 进了你们穿 进了你们米筛和面筛 直到现在没还完 你看 他讲这段历史 就是欠他 其实呢 范丹呢 只是一个穷困潦倒的人 等于一个代言人 你看咱们这个 说书的前面 定场诗有那么一个吗 叫 石从夜梦坠马 醒来告语湘林 千阳台酒堆满门 与他压惊结闷 范丹已被全咬 怨他不加小心 看起来敬富不敬贫 事态言良可恨 就说石从 咱知道过去大富豪 说晚上做梦啊 梦着从马上掉下来了 早上起来 下一身冷汗 跟湘林一说 湘林他有钱呢 都溜须他呀 千阳台酒来慰问他 堆满门 你等范丹呢 要犯花子穷啊 让狗给咬了 大伙都说 你咋不加小心 你看这 你看 最后结尾很有力 看起来敬富不敬贫 各位 事态言良可恨 这范丹就是一个 穷人代言人 所以范家门呢 就特指这种 穷困潦倒的 真是没招没落的人 要犯 这范家门 武家门呢 不一样 武家门其实啊 他得算义人 这武家门 祖师爷谁呢 吴子虚 咱们都知道 吴子虚呢 楚平王 杀害了吴子虚 他爸爸和他哥哥 吴子虚呢 置身一个人跑出来 当时呢 郭昭官一夜白头 来到吴国 饿得都不行了 他这才 他会乐器 吹这冻枭 在大事皆事之上 吹冻枭 要饭 被贡子官看着 说这个人 骨骼清漆 不是凡人 所以吴子虚 行起的方式 是通过乐器 这怎么叫叫花子 叫花子 这个叫就指这个乐器 通过这个方式来行起 其实是一个门户 这武家门 还有李家门 李家门从哪来呢 就是咱们有朋友 看过李毛换太子 李毛换太子 说李太后 被人陷害了 李毛换了太子 流落到这个民间 十八年 后来在寒瑶里住着呢 有要饭花叫范中华 伺候他 拜他当干娘 二人传里头 就有这段范中华别母 唱得悲悲惨惨的 很多人听都掉眼泪 所以这李太后 在民间行起 他就属于李家门的 祖师爷 他有个特点呢 背这么个搭子 就是个兜子 这里装着三尺三寸三的 皇上给的那个手帕 也就是皇家龙帕 装着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这个叫李太后奉旨行起 还有索家本 索家本跟朱元璋有关 就是要饭花供祖师爷 很多供朱元璋的 就朱元璋当年当过和尚 就要过饭 所以后来成皇帝了 大伙供他 朱元璋那个时候呢 咱记着有个大口相声 珍珠翡翠白玉汤 说有个姓索的 要饭花子 这朱元璋要饭的时候 都累得 饿得不行 都要死过去了 他把这什么 烂菜帮 瘦豆腐 白肥叶子 锅巴弄在一块 祸巴祸巴 给他煮一碗汤 把他最后吃饱了 这算没饿死 这珍珠翡翠白玉汤 后来朱元璋找到姓索的乞丐 他当皇帝了 中赏他 这乞丐不干 说我要饭当三年 给皇帝我都不换 就这么的吧 说那我就给你这东西吧 给什么 一对牛胯骨 这个牛胯骨呢 这边拴七个铃子 这边拴六个铃子 什么意思 南七北六十三省 你随你边要 就皇上遵循你到处要去 这对牛胯骨 有个别称还叫太平骨 后来人用这个打节奏要饭 也称叫牛骨鼠来宝 咱们看这个茶馆里头 那大傻羊 哎 这你问我为啥要了饭 那么这个不能把我怨 那么蒋介石打内战 哎 这种方式 打膝盖打肩膀 打出这响应动静 这叫牛骨鼠来宝 我大傻羊 他打骨板 说一来来到了大茶馆 那个大茶馆 是老鱼太买 那兴隆真不赖 哎 这牛骨鼠来宝 很有意思 所以这是锁这门 这锁这门其实呢 后来要饭的都凭手艺 哎 这东西你看 新奇特打出来 节奏感呢 词什么都好 包括后来取一件 你像相声祖师爷 严格说 这跟要饭的有直接管 你咱们说相声祖师爷谁 有人说张三鹿 八角鼓 吹打弹拉 这个说学逗唱 还有说相声祖师爷呢 叫穷不怕 这人叫朱绍文 这穷不怕 其实就是锁这门人 就要饭出臣 他写了首很有名的诗 叫招吃千家饭 月宿古庙堂 不作福 你看很有骨气个艺人 他就是这个锁这门出臣 所以你我刚才说 这几个门是干嘛 就说要饭这行呢 乞丐这行呢 当然我们说 任何一个时代 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 都不可能把要饭的 都弄干净了 咱们现在你看 现代社会里头 也存在这 说白了 有的手法很残忍 拐卖一下儿童 甚至把儿童都弄残废了 到那这个争取你同情心 要了钱 然后后边一些犯罪分子 这其实都是社会里边 我们必须要正视的 一种负面现象 你看那个 我们看武状苏琴里边 有一段对话很深刻 你要不解散 我怎么能安心 结果苏琴说了一番话 说皇帝 这个要饭的多余少 不在我 而在你 那么有哪个人 愿意做乞丐 愿意要饭呢 你该帮弟子几千万 你一天不解散 叫朕怎么安心 该帮有多少弟子 不是由我决定 而是由你决定的 如果你真的英明神武 使得国泰民安 鬼才愿意当乞丐呢 我觉得这段话 是所有影视作品里 有关乞丐 最为精彩的一段流行 不信心 所以 最后